乾隆十三年 乾隆皇帝以非常愤怒的口吻 训斥了皇长子永皇以及皇三子永章 并且当众表示永皇和永章断不可程序大同 就此将这两位皇仔彻底排除在了 立处候选人的名单之外 而乾隆皇帝之所以要以如此严厉的方式 对待这两位皇子 只因永皇和永章在乾隆皇帝的第一任皇后 极历史上的孝贤纯皇后 复查室葬礼上的表现 引发了乾隆皇帝的巨大不满 复查室皇后去世 乾隆皇帝悲伤欲绝 一直以来 乾隆皇帝都被人们冠以风流天子的名号 不管是在后宫还是民间 都流传着不少关于他的风流运势 当然这些事情有一些是真实存在的 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民间传说 或者是影视作品的杜撰 其真实性无法评价 然而在一个女人面前 乾隆皇帝绝对可以称得上是彻彻底底的情重 这个女人便是复查室皇后 乾隆皇帝的一生之爱 雍正五年 在雍正皇帝的亲自主持安排下 乾隆皇帝迎娶了查哈尔总督李荣保之女 傅查室为嫡附近 婚后两人相亲相爱 感情深厚 傅查室也在雍正八年的时候 为乾隆生下了嫡长在雍脸 雍正十三年 雍正皇帝去世 乾隆皇帝登上了皇位 而傅查室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正宫皇后 尽管此时的乾隆皇帝已经贵为天子 作用庞大的后宫 但是对于傅查室皇后的感情依旧不减 尤其是他曾先后两次 想要安排由傅查室皇后所生的皇子来继承皇位 第一次是乾隆皇帝刚刚登上皇位不久的时候 就通过秘密立储的方式 确立了嫡长在雍脸的皇位继承人资格 雍脸乃皇后所生 朕至嫡子 聪明贵重 气欲不凡 皇考命名 隐是成宗气之意 朕欲即后 各守成室 亲疏密旨 赵诸大臣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榜后 是虽未策立 以命为皇太子义 金济薰 一切典礼用皇太子义住行 可以说 乾隆皇帝对于自己的这位嫡长子永脸 是寄予了厚望 然而极为惋惜的是 永脸在乾隆三年的时候 一位风寒去世 年仅八岁 这也意味着乾隆皇帝的第一次秘密立储 以失败告终 第二次是乾隆皇帝选择了 同样是由傅查室皇后所生的皇妻子永从 乾隆十一年在经过多年的期盼后 傅查室皇后再次为乾隆皇帝生下了嫡子 这便是永从 永从的出生令乾隆皇帝兴奋不已 并且乾隆不止一次地当众表示 要利永从为自己的皇位接班人 皇妻子永从玉碎中宫 姓成素贵 抚及两周 其逆表意 圣母皇太后因其出自政地 聪颖书长 终爱罪毒 这一身旺教养成立 何数成挑 然而仅仅一年之后 永从便去世了 乾隆皇帝再次降临 由傅查室皇后所生的嫡子为储君的想法 再度破灭 与此同时 接二连三地承受丧子之痛 状况是每况愈下 最终在乾隆十三年 随乾隆皇帝东巡至德州的时候 刻然尝试 对于傅查室皇后的离世 乾隆皇帝是悲痛不已 其精神也近乎于崩溃 甚至可以说是有一点喜怒无常 情绪难以控制 因此有不少大臣在这期间 遭到了乾隆皇帝的惩治和处理 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乾隆皇帝 为了发泄情绪的韧性所为 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皇长子永皇以及皇三子永章 不仅直接触怒了乾隆皇帝 更重要的是这还和傅查室皇后有关 于是后 乾隆皇帝以最为决绝的方式 来对待他的这两位皇子 也就成为了一种必然 永皇和永章为自己的不同事 付出了极为惨烈的代价 傅查室皇后去世 乾隆皇帝下旨要求举朝哀悼 同时安排皇长子永皇迎葬 之后永皇和永章 也几乎参加了所有的丧葬仪式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有人向乾隆皇帝检举揭发说 他们二人表现不佳 在傅查室皇后的葬礼上 没有展现出足够的伤感情绪 得知此事后 乾隆皇帝不分青红皂白 便以非常严厉的口吻 训斥了永皇和永章 余孝道礼仪为何进出甚多 紧跟着乾隆皇帝更是当众宣布 此二人断不可成绩大统 而此也正是宣告永皇和永章 被排除在了立储候选人的名单之外 彻底与皇位无缘了 其实对于永皇来说 他之所以会只如照常当差 并无哀慕之臣 也是有着一定的原因的 一方面 永皇与傅察氏皇后之间的感情并不深厚 永皇是被乾隆皇帝追封为 折迷皇贵妃的傅察氏所生 虽然同姓傅察氏 但是永皇生母出身于嘎哈里傅察氏家族 隶属于满洲正皇旗下的包裔 地位非常卑贱 而傅察氏皇后所在的沙己傅察氏家族 却是乾隆朝时期当之无愧的第一外戚家族 两者的出身背景可谓是相距甚远 永皇并非傅察氏皇后所生 也没有被他抚养 再加上他的生母早在 永正十三年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了 早已经历与亲人的生离死别 自然也不会因他这位嫡母的去世 而过度悲伤 这确实是属于人之场景 另一方面 对于傅察氏皇后的去世 永皇也确实有点暗自窃息 所谓有嫡利嫡 无嫡利嫡 傅察氏皇后以及由他所生的 永连 永从这两位乾隆皇帝的嫡子先后去世 永皇无疑是最大的受益者 并且在此之前 乾隆皇帝的一系列行为 例如给永皇多付十万两白银修建府邸 表现出了对于永皇的喜爱 或许是年少轻狂 也或许是永皇缺少政治经验 不懂得掩藏自己 所以他在傅察氏皇后葬礼上的表现 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激动与暗自窃息 傅察氏皇后的去世 已然让乾隆皇帝性情大变 甚至有点对悲伤冲昏的头脑 以至于很多大臣也为一些小事就遭到了严惩 更不用说永皇这样 在乾隆皇帝看来 极为不敬 不孝复察氏皇后的举动呢 因而他也就此成为了一个乾隆皇帝 发泄悲伤怨恨情绪的对象 而如果说此时已经二十岁的永皇 犯下如此错误而遭受惩罚 确实有点就有自趣 那么这个时候只有十三岁的永章 也被乾隆皇帝严惩 确实有点无辜躺枪的意味了 按照乾隆皇帝自己的说法 康熙皇帝去世的时候 当时他的年龄比永章还要小 可他却能恪守笑道 表现出了极为哀伤悲痛的一面 可永章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 惊看三阿哥亦不满人意 年已十四岁全无之事 此次皇后之事 依于人子之道毫不能进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 乾隆皇帝对于这两位皇宅的处罚 确实有一些上纲上线了 在这之后 失去继位人资格的永皇意志消沉 神情低落 就此把自己彻底关在府中 不与外人接触 就这样在乾隆十五年的时候 永皇育儿中年仅二十三岁 此时的乾隆皇帝这才意识到 自己对于永皇的处罚太过了 于是乾隆追风旗为定亲王 以亲王规格下葬 并安排其长子免德 习成了亲王爵位 同时颁布诏书为永皇平反 证明 皇长子但自清宫 持续俱长 念于若冠 但于皇孙 经购吉红氏 朕心悲道 一辈成人之力 至于永章 也因为此时身心受到了极大打击 在乾隆二十五年的时候 便英年早逝了 中年也只有二十五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